我們要來關注的是美國前總統川普 說他的帳房主動跟檢方投案 甚至打算轉為污點證人 更多內容交給心儀 好的CNN最新消息是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公司 川普集團及他的資深財務長 懷斯伯格被控逃稅等罪名 懷斯伯格自知在捷南逃 已經向紐約地檢署投案了 他的律師發布聲明表示 懷斯伯格將拒絕認罪 並且將在法庭上對抗這些起訴 川普集團剛剛也表示 檢方不擇手段 只想利用懷斯伯格來傷害川普 檢方在紐約州最高法院公布訴状 主要罪状和逃漏稅有關 指控川普集團給予部分高階主管的薪資和福利涉嫌 並沒有如實申報 這是曼哈頓地檢署調查兩年多以來 針對川普集團提出的第一例的刑事起訴 懷斯伯格算是川普的親信 1970年代就開始為川普家族工作 預料檢方將試圖逼他合作 將他轉為污點證人 希望他的供詞擴大調查川普集團 華郵也報導川普本身預料不會被控訴 但是他的公司遭到刑事起訴 可能不利川普2024年再度出馬角逐白宮 面對訴訟川普6月30號 其實在德州有時候有說過 都是亂來的 紐約那些激進左派檢察官一心只想對付他 而這一段畫面是川普方面指控相關訴訟都是司法迫害政治獵物 是因為這一個人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犯席 他和紐約州檢察長詹樂俠合作辦案 而兩個人都是民主黨籍才會被川普集團這邊來指控 日本駐馬里拉大使館表示日本航空次衛隊和菲律賓空軍下個星期將會第一次舉行聯合軍演 日本大使館表示7月5號到8號將在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舉行空對空人道援助還有救災雙邊訓練 這是日本和菲律賓兩國共同防禦合作的一個重大里程碑 而克拉克空軍基地呢是位在呂宋島是前美國空軍基地演習的內容呢將會包括一架日本航空自衛隊C-130H運輸機 還有機上隊員和菲律賓空軍飛行員一起模擬運送救難物資到孤立的地區 美國疾管中心CDC主任瓦倫斯基說過去七天美國的確診病例數增加了10% 現在全美國大約25%的病例都是Delta變種病毒 而且呢Delta變種病毒已經在全美國50個州都發現他的蹤影了 瓦倫斯基同時也預測Delta變種病毒將會成為美國主要病毒株 未來幾個星期之內確診人數將會超過Alba病毒株 而白宮防疫協調官也說現在全美國超過1.8億人接受一劑的疫苗接種 成年人的接種比例現在是達到了67% 那美國政府承諾捐贈海外的8000萬劑疫苗 這個週末之前預計將會先交付4000萬劑 給包括韓國 墨西哥 加拿大 巴西還有台灣 剩下的劑量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之內交付 德國防疫主管機關修正接種建議 說第一劑接種AZ疫苗的人 不管是年齡是在哪個階段呢 第二劑可以接種BNT或者是莫德納疫苗 不過二劑施打至少需要間隔4個星期 專家小組解釋第一劑施打這個AZ疫苗是屬於腺病毒載體疫苗 那接著施打採用的是信使核糖核酸 mRNA技術的BNT或者是莫德納疫苗呢 在人體產生的免疫反應明顯超越兩劑都打AZ疫苗的狀況 那針對Delta變異病毒株在歐洲現在各地擴散的情況呢 德國專家小組也建議民眾即時趕快去打第二劑疫苗 因為只接種一劑對於Delta變異株的保護力明顯是不夠的 德國政府混打二劑的建議現在宣布是比歐盟藥品管理局 EMA更進一步更往前 因為EMA認為AZ BNT莫德納嬌生這四種核准上市的疫苗呢 對變種病毒都有保護力 因此EMA現在是不建議混打的 那荷蘭科學家研究發現這是在路透社也有傳來的畫面 說飼養貓狗的人如果感染新冠 傳染給寵物的狀況會很常見 寵物的發病率不高 現在也沒有辦法證實寵物之間會互相傳染 但是病毒很可能會儲存在寵物身上 再回傳給人類 因此建議患者盡量和寵物保持距離 科學團隊也檢驗了和PCR確診貓狗同住的其他貓狗 都沒有驗出陽性 顯示出病毒似乎不太會在密切接觸的貓狗之間傳染 但是建議染疫民眾盡量是避免和貓狗來接觸 就像避免和其他人接觸是一樣的 主要也不是擔心動物的健康 他們大部分會是無症狀或者是輕症 但可能就是會成為病毒的儲藏室 有重新傳染人類的潛在風險 幸運的是現在為止是沒有寵物傳染人類的相關報告 也因此雖然確診四組家庭當中的寵物感染率算是相當高 但是寵物應該不太可能導致人類疫情大爆發 那這項研究現在也還沒有在期刊上發表 但是已經在歐洲臨床 維生物學還有傳染病學會上面報告了 那加拿大的獸醫病理學專家也是建議確診四組暫時不要和寵物同睡一張床 美國白宮向國會提交的年度人事報告顯示 總統拜登任命的工作人員當中呢 女性佔了百分之六十 種族或族裔多元化族群佔百分之四十四 在白宮五十九名高級職員當中呢 女性及有色人種的比例略為低 女性佔了百分之五十六 那來自不同種族或者是族裔背景的人佔了三成六 另外報告也顯示出 男性員工和女性員工之間的薪酬差異略低於百分之一 那川普政府當時的性別薪酬差距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而歐巴馬政府最後一年的性別薪酬差距呢是百分之十一 薪酬現在最高的員工呢是白宮新聞秘書 也就是發言人莎琪和白宮幕僚長克拉恩 他們的年薪大概是十八萬美元 你想知道最到位的國際時事分析 最精準的國際趨勢解讀嗎 請立刻訂閱全球大視野頻道 中天電視頻道首頁底下的頻道精選 第二個就是全球大視野 請大家立刻點擊進入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而在您瀏覽頻道影片之後 也請記得按讚留言 請大家來衝一波訂閱全球大視野 台灣疫情拉緊報除了做好自身防疫 該如何提升免疫力更是大家關心的重點 營養師表示風焦大蒜 具有抗菌跟提升免疫力的效果 其中風焦更被譽為天然抗生素 它的豐富類黃銅化合物 具有抗氧化抗菌等特性 大蒜更因為含有氨金酸衍生物 具有強效抗菌功能 經過發酵後的黑大蒜更稱為殺菌之王 面對疫情保持心情平靜 用正能量防疫 以上資訊由JV塔全能 封焦圍島農粹贊助播出